今天相見小路上 轟轟作響的機械聲 讓不起眼的鐵皮屋格外明顯 這就是讓西雅圖星巴克 綠色吸管變身的秘密基地 它就會自動下來 然後在這個螺桿裡面融融以後 它就會 你看看 從這個投出來 兩條產線 五個員工 一天就生產超過百萬根吸管 經過篩選乾燥的原料 從天花板送下來 經過加熱製造後 可以看到在水線裡頭 吸管看起來好像沒有在移動 但它其實是以一分鐘 八百隻的速度在做生產 而這間隱身在太平鄉的小小工廠 就靠這根吸管邁向西雅圖 星巴克很跨太平洋 也要用的MIT分解吸管 其實背後是黃建民 努力拼了14年才終於被看見 從產品設計 製作 品質確認 到正式量產 更花了一年時間 成功敲響星巴克大門 如今八成五做外銷 甚至美國蘋果總部 好事多 日出茶汰 共茶 都是往來客戶 黃建民判的這一天 可是虧本十年換來 我們那一年一整年要做360萬台幣 我們有好幾個不領錢的義工 在裡面一起做啦 經過了大概七八年後突然間有 有客人一次買一個貨櫃 哇 那棒拋啊 很開心的這樣 就好開心 終於可以出貨櫃了這樣 成本比全頭塑料貴上三倍 包含套子八周就分解 能堆肥還能成為土壤生物的大餐 但卻也成為最大使命商 生物可分解這個東西跟食品差不多 其實它可以吃只是你不好笑話而已 假設你送到北歐 光是坐船運輸到那邊 可能三四個月才能夠送到客人手上 搞不好半年才送到客人手上 那就糟糕了 認為這個行業必須localize 到需要我們的地方 我們就去投產 去社長 這一仗拼了20年 搭上全球減速浪潮 成功搭響知名度 更成為惡助全球飲料商 重要命脈的關鍵角色 東三財經新聞 黃沛與劉子澄 張博翔 台中採訪報導